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講得興起 這個節目開始了 這個節目的名字不是講得興起 是叫中健身藝術天地 不是叫講得興起 即是說現在講到興起是甚麼呢 剛才跟歌校長看到這張畫 這張畫叫德莫哈拉西 有些年青人不知道的 就以為是一句咒語 甚至有些人不知道 這是甚麼畫 我相信如果在香港的教育下 你想得四十歲以上的時候 就一定知道和暴露了你年齡的秘密 因為之後香港政府都沒有在意 提出這些事情 因為德莫哈拉西 其實他們任何葉音叫做民主 這張畫裡面 我表現了在五四運動之後 中國的年青人 他們那時的心態 即是說他們在五四運動過後 激情過後何去何從 在五四運動的時候 他們主張白馬雲運動也好 主張男女平等也好 打倒北洋軍閥 打倒日本軍閥也好 究竟他們之後 他們面對的人生 是自己的路呢 是像徐志摩那樣 浪漫一生 或是像胡適那樣做大學者 或是像李大超那樣去搞革命 即是叫共產黨革命 究竟中國在那個時候 年青人有沒有主導呢 可不可以走到自己的路呢 還是我們在九七之後 我們要做的應該是 各有各故呢 還是應該為我們的國家去出一分力 為我們的社會去做更多的 建設性的事情呢 我們今天很榮幸 高校長呢 繼續和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環節 德洛夏賴西 多謝班牧長 各位 也多謝鍾大師 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看見這幅畫 我相信不單止我 任何一位人士 看見這幅畫 未必先行有些什麼心意 會想一下他背後的寓意是怎樣 因為畫幅畫的寓意 目標要表達什麼呢 往往是畫家本身的事 感受到呢 就只有兩種情 一種呢 就是那些 他本身是藝術平衡家 他是有個感覺 是很容易抓到那些畫家的創作 的思維和心體 另外有些呢 就是他看完這幅畫 覺得畫的內容 和他所認識的某一些歷史 或者某一些社會的情況 就說 有接近我 是不是畫 關於那一條意 就有這種情形 除了剛才所講兩種情形之外 大多數呢 第一就是看那幅畫 本身的吸引 氣勢 和那種構圖 技巧等等 我以後面的那種情況來看的話 我一看 哇 驚訝得很狡猾 這麼大的一幅畫 每一個角落 每一分 每一寸 每一個點 都是非常認真 非常細緻 可以說是 喂 很繁本 畫一幅畫 花這麼多心機 那些這樣的 所謂 台上一分鐘 就台下千年功的那些 那些 大死的那些 那些 就已經畫了一幅 你老哥就 花了無數這麼多時間 來畫一幅 值得佩服 值得勁佩 那你看這幅畫 這麼大的蝙蝠 每一個細節 這麼精細 除了這個 用了心機之外 但是它的功力 是真真正正的 是深厚的 你再看 那些 它的 那個構圖 和每一個步 和每一個細部 都可以說 是落足了 心思 應該是有 某種的 心態的表現 好了 那再看看 標語 和標題 原來 是與五四有關 五四 五四是哪個時候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 就距離現在 是一百零二年 那一百零二年的 這件大事 是甚麼 其實是中國現代史上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不過 今天我們讀歷史 或者一般知道歷史 但不是太詳細的 就往往有些混淆 這個混淆是甚麼呢 其實當時前前後後 有三個運動 哪三個運動呢 一個就叫做 白畫文運動 一個就叫做 新文化運動 一個就是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最後的 但是被今天的人 是那個記憶最深刻 講得最多的 而且是將 剛才所說的 白畫文運動 新文化運動 都代入了 和五四運動 結合 而且都認為 這就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其實是不對的 同時還有一件事 今天那些人 紀念五四 當然五四值得紀念 但問題是 有些人 將他 和某些人的努力 某些人的貢獻 混和 於是否等於是 是獲取了 這個歷史上的 那個功績 我個人 我就覺得 是這樣的 實際上 來講 最先的話 其實是 白畫文運動 和 新文化運動 白畫文運動 純純粹 是甚麼呢 就是 滿清 末年 一直都有科舉 科舉就是 傳統的那種 考試方式 特別考八股文 策論 這一類 而且 因為 用的是文言文 用的是八股文 所以 社會上的文化推廣 那個功效 就比較弱了 因此 你怎麼都不像 用口語化 用口語化 來書寫 那種的文章文筆 是更加容易補求 其實 在歷史上 來講 很多時候 其實一樣有 口語化的文筆 例如 宋朝 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文字 已經了不起 我們今天中國學人 可以是看到 很多的春秋戰 時候的 已經了不起 不過如果你說一定要 氣虧熬瓦 一定要不深 搞得很深 那些 就很可能他們 在自己的天地裏 自得其樂 但對推廣文化 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有些人 就主張 盡量是用 那個 推廣文化 語體文 宋朝的那些 本身都是語體文 論語那些 雖然很簡潔 但本身 都接近語體的 是當時的語體 所以 有些人 他就覺得 你要掃除文脈 要推廣文化 要讓大家都成為 有識有見 最好就是用語體文 這個是一樣 在清朝末年 已經很多人提出 例如胡適那些 他開始作紳士 我笑你自己的地球 這個 這個 一一一一年 太陽 很多人 這麼有趣的 一一一一一 這些語體文的詩文 當然最初的時候 就是因為 不成熟 比較粗糙 今天我們讀起來 很可能覺得 很搞笑 但實際上不是說 他是推廣文化 推廣大家的識字 推廣大家的表達 因為語文最重要的功用 就是你表達你的思維 是吧 這個是一件事 推行白話文運動 兩件事 但是時間接近的 就是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 包括社會上的習俗 譬如說 不要前腳 姐姐諸如此類 同時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兩件事很重要 我們要有識見 所謂識見的意思 就是我們做人 也好做事也好 一定要科學化 一定要懂得科學 因為科學來說 是能夠準 能夠合理 不會說差不多 先生 這個約約莫果 所以他提倡科學 另外一個 就是社統治來說 就是官府的權威 這個朝廷的權威 沒有法子 能夠讓些人 來參與 或者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於是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採取集議制 集議制的意思 就是由眾多人 來共同決定公眾事務 歐洲就有所謂公共意志 社會契約這一類 在政治的操作上 就有所謂民主 民主是什麼 是democracy 所謂德無赫拉西 這個業名 所以宗大師就把這幅畫 變成德無赫拉西 再另外一個 就是山神 來講的就是蔡恩師 所以當時的新聞化運動 就提出德先生和蔡先生 這個就是由那些 喝洋水回來的 那些好像胡適 這一類是提出的 但當時提出這個 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向西方學習 就是胡適利一類 再另一方面 就向東方的歐洲那邊學習 就是馬克思那邊 就是希望透過 這個 砌低那些資產階級 因為人類的一路發展 就是不同階級的 一路的鬥爭 所以鬥爭是硬道理 於是到最後就是 由母親階級專政 來砌低那個資產階級 和母親階級專政 於是中國也都 因為中國是比較貧困的人多 不滿的人多 於是亦都有很多人是附和這些 來採取一種 馬克思的所謂 這個階級鬥爭的方式 同時存在西方的 這個德布克拉西 東方的所謂正反合的 這個矛盾率 別政法諸如此類 好了 那麼新文化運動 和白瓦文文 五四運動 又是什麼呢 五四運動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發生 因為巴爾幹是一個火藥庫 在巴爾幹的波斯尼亞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政治事件 於是就產生了英國、法國、俄國、協約國 和德國、奧特曼帝國、奧特曼帝國 互相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者歐洲發生 後來美國又參戰 美國由中國來都參戰 中國不斷也都參戰 於是到了最後 德國是投降 德國的集團就是瓦解 瓦解之後 就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 1919年巴黎召開和會的時候 當然不用說對戰大國來到宰祭 就要他割地 要他賠款 賠款 如果德國依照來到他 跟著就一直賠到1960年都未賠完 再另外的話 德國本來在中國的江州灣 即是青島 這個江州灣的地方 就有租借地的 日本就承著在巴黎和會裡面 就希望繼承德國的 在江州灣的權益 當時的話 其他的國家 特別是英國、意大利、法國 就支持日本 中國的代表的話 當時在巴黎的話 就因為5月4日 北京各大學的學生 主要是北大學生的主 於是在晚上舉行集會 就強烈要求那些代表回來 是不可以簽署 將江州灣讓給日本 這個就是所謂五四運動 其實五四運動是純粹的學生 自發的愛國活動 我再說一次 純粹的學生 自發的愛國活動 有兩個特徵 一個是自發 一個是愛國 與什麼思想 什麼思想 完全無關 如果後來某一些集團 某一些人 將它是副奪為自己的功勞 這一個是邀功 叫做副奪成果 所以他們如何慶祝 他們如何說是什麼 我們都不討論了 不過我們多了解歷史的情況 所以我看過這幅畫 除了是驚歎於宗大師的那種功力 宗大師的那種 將他的心意來華城奉獻 成為一個對歷史 對中國人的發展的一種盼望 除了是一致極之敬佩之外 我亦都想這一個機會 是辨明歷史的真相 我們今天很感謝高校長 雖然這幅畫 繼續看我們很多話說 但由於我們的時間關係 我們留下會分解 多謝高校長 多謝給我一個機會說 好像能夠唱歌 能夠輸出有一身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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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